鄉親父老兄 現在大家晚安 一場台南市議長的選舉 無到最後拚 中國國民黨 現在不叫做中國國民黨 叫做李全教的黨 李全教他的黨還是他教的黨 怎麼說 因為國民黨16席 民進黨29席 最後誰贏 最後是國民黨的李全教 他贏這個議長 到今天 民進黨不只台南市 整台灣的社會 綠營的擠擠擠 第一問說到底這是民進黨 在台南的內鬥 有內鬼 通外神 還是說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錢去買票 李全教講說 有誰敢出來說 李全教拿錢買票 我又給他購 那很容易就問第一 也沒人說你買的 如果有錢有買 也不一定要你拿錢 所以這裡面 有非常多民眾關心的民主的內容 我們這裡拆下去跟各位介紹現場 五位第一位 前立委劉文雄 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知識媒體的翁水町 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 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港款 知識媒體人我們的康仁俊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台南日流生氣的 跑票風波持續延燒 到底有沒有綠營人士 內神通外鬼 立委陳定飛 遭到黨內立委 跟市議員的點名 說他是幕後操盤手 陳定飛今天出面 落淚否認 來 我們看一下報道 情緒激動落下兩行淚 被指指是台南市議長選舉跑票的操盤手 陳定飛出面否認 還說自己壓力好大 不過黨內市議員再錄點名 陳定飛立委跟郭信良副議長 還遠赴台南縣 去找那邊的樁腳 希望他們能夠來擔任他參選市長 後援會跑突的工作 請問 如果你那麼的痛心疾首 那你為什麼還有那個精神跟精力 去做你自己政治前途的鋪排 我有獨島責任 可是當兩千萬的誘惑在前面 請問我怎麼辦 我認為這是一個叛黨的集體犯罪行為 必須把背後參與或者甚或主導 跟國民黨配合有沒有其他的人在幕後 也必須要盡可能的把他揪出來 好 這件事先後有立委邱毅營 現在又有段宜康 中間有陳定飛 那麼後來冒出一個邱莉莉 對於整個市議長的這個選舉 讓人家覺得一頭雾水 這裡面可能有錢 可能有譬如說影射到 假如賴清德他要出來拚 後一家的是一個總統還是副總統 他的市長這個位撈出來 這次要讓誰來手 裡面難道都是一些陰謀而已嗎 那有沒有買票的事情 或者買票跟內神通外鬼 並不衝突 隨著感謝 沒有錯 我相信該歲為什麼這次 所謂的跑票會造成舉國嘩然 事情無法不太刺激 那是因為在11月29號 國民黨之所以會兵敗如山島的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的選民用選票來教訓 國民黨的腐敗 那既然是教訓國民黨的腐敗 就是很多包括年輕人在內充滿了期待 尤其是對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充滿了期待的情況下呢 你在議長的選舉 而且是就任的第一天 你竟然花生這樣的跑票 不是單純的跑票不服從黨紀 不是 你裡面牽扯到非常複雜 尤其是所謂的收賄拿錢的部分 平心而論 在選舉進行 其實我相信檢調 已經聽到了某種風聲 所以聽說也約談了部分的議員 在選舉進行就掌握了這些所謂的風聲 對不對 所以表示並不是只查量票的行為而已 他們也聽到可能有議長選舉 裡面有可能是不是有買票的行為 那麼這個我們必須值得注意的是說 今天五個人集體跑票 這不是單一的行為 這絕對不是單一的行為 也不是錢的問題而已 這後面一定有一個運籌帷幄的陰謀 能夠說得動這五個 如果是確定這五個 本來屬於民進黨籍的議員 也可以倒戈 而且他是完全有恃無恐 沒有幫助一回事啊 甚至於今天今年在的揚言 開除就開除有什麼了不起啊 不然我先脫黨好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這件事非常嚴重 這件事不改冠 會因為五個議員的跑票影響到整個2016 不要總統代算先不要說 只有立委選舉 絕對會影響到民進黨的得票數 跟未來台灣民主的發展 所以這個事情要延辦 而且我告訴各位 這個事情檢調的部分也應該要延查 因為檢調要查這件事 我給各位報告非常簡單 朱安雄的麵笔 一粒麵笔一百萬 在高雄的那個所謂的貴選案 全部查得清清楚楚 這個又以前的經驗 只要是議長選舉買票 沒有查不出來的 這次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些人啊 揪出來了以後 不要再像上一次 上次有人出來護航啊 備份高 所以講的話就中 護航了以後呢 沒有能夠真正的把它落實處理 導致今天的這個結果 所以壯士斷腕 求嫁人要把它開除黨籍 而且必要的時候 終身就不能再讓他加入民進黨 讓他下次還有機會 運用民進黨來圖利個人的私利 是 明鳳 看這個樣子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 裡面一定經過的機密的計算 而且收集到民進黨內部相關的訊息 知道哪一些人 我不要講說可以買啦 哪一些人可以把它給拉過來 現在我們看到了 似乎有人提到了 跟市長選舉有關 似乎有人說到了 這是一兵一國 或者又扯到陳塘山 又去講督導有問題 那到底有沒有 可不可以先確定一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內鬼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你內鬼要怎麼定定嘛 就跑票的確是五個民進黨的議員嘛 這些人說不說內鬼 那你能不能證明說背後的人有人叫他們去跑票呢 沒有證明之前 我覺得這個根本不是這件事情的重點嘛 因為我坦白講 民進黨包括中央也好或是各個地方好 哪裡沒有這種矛盾存在 但是今天這件事情讓人家覺得很不能夠接受的是 我們臺灣民主進步到這種程序 不管是買票是賣票都很羞恥嘛 當我們選民他已經不受派系 可以不受新臺幣控制的時候 可是他們選出來民意代表 竟然可以被用鈔票買走嘛 今天重點是民進黨中央 你們要去炒或是要炒這個所謂 這個縣市長 這個臺南市長未來接班人 可以你們可以大肆地去炒 但是你先把這個東西辦得清楚 再跟我再去講嘛 這五個人你要怎麼處理 然後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你中央為什麼 不有個明快的小組 你說這個一邊一國 跟什麼新潮流的派系或怎樣 陳唐山是臺南市的輩分夠了吧 那也是可能是他們比較支持的人嗎 那可以派總個組個小組 各派系也都進去查嘛 那一種是要給我們一個水落石出 有沒有內鬼 或是有沒有這個通外鬼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你打中央 你在第一個時間 錯失了讓這些人去跑票 因為我記得以前很簡單 你就是如果你跑票 你就把辭職的書填一填 簽名字我第二天就送去嘛 可是這次很奇怪 高雄簽了 臺南市沒有簽 然後只是要求說要一致的投票 可是竟然還有兩個人 連一致投票都不敢簽 那兩個人是誰 所以說我覺得說整個事情 我覺得黨中央要拿出魄力 我覺得這種地方性的什麼 你怎麼樣我怎麼樣 然後未來誰要選這種事情 根本就是之為末解釋 你先把這個事情給全民交代了 你民進黨在臺南市才有未來啊 否則你不要以為臺南市一定是民進黨鐵票耶 你這樣子掩護 然後這樣子不查清楚 沒有一個交代不清楚 那我作為臺南市市民 我為什麼還要支持你們民進黨 民進黨是不是我支持你之後你又去支持了誰 你又隨便可以受鈔票控制呢 這票票是白頭的 所以我覺得先不用去吵這些有的沒有的 先把事情搞清楚 把這五個人通通開除了 做一個徹底的處理再說吧 是 文明兄我們看到包括段宜康他出來講 這是集體的叛黨行為 換句話說是不是在裡面有人穿針引線 要不然講難聽一點買票的人或者是要分化的人 他怎麼知道我要找哪幾個人 還有國民黨的人怎麼知道要幫哪個民進黨的人 擋他不亮票 當我們看到那個鏡頭上有這麼樣的荒唐的動作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我們不懂 我們什麼不懂 因為我不曉得哪個議員叫什麼名字 哪個議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但是整個議會 尤其臺南市的這些台面上的人應該很清楚 當天哪個人動作是怪怪的 哪個人是在沒有人去擋的 那都很清楚應該是哪幾個人 民進黨這一次是跌了一跤非常大的一跤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也沒有太高興 國民黨是整個黨好像突然在九合一輸完了以後 在12月25號今天突然發現說我們大贏了 全台灣有十幾個縣市的議長都他們拿到了 如果按照這個方式來看的話 大概每個縣市只要票差不了太多的 幾乎都有這種所謂的會選的行為存在 如果台南市有這麼多的票數 這樣的數字 我看剛才有一個媒體出來的 這個新媒體出來的 還有從五百一千兩千三千的 哇那這個稱呼結舌 這個是一步搞好 國民黨也不要以為說我們贏了 如果國民黨是用這個方式贏的 假如最後發現是買票贏的 那國民黨有什麼好高興的 但是民進黨如果說這幾位跑票的人 你也抓不出來的話 那民進黨大概再怎麼講人民對你信任 一定打了很大的折扣 尤其這幾位 如果民進黨在我聽他們講說禮拜三要處理 那我禮拜三不能處理 或者甚至於不是開除黨籍而已 甚至於說是不是應該把所有的 你們有掌握的證據 應該一五一十交給這個檢調單位來查的話 那民進黨在地方上也不用混了 現在這一次台南這次議長選舉三個督導 一個是中常委陳明文 另外一個是顏存所主委 黨部的主委 地方黨部主委 還有一個是陳定飛 三個都已經辭了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任俊 陳定飛被罵到哭 陳定飛卻在他的一篇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這個等於是一個自清稿裡面就講 或者他的喊冤稿 他就說 之前我就已經講了 2000萬塊錢這個數字的出來了 甚至有律師信函 甚至到檢調單位裡面去 就是擋不住 所以從這個來講 顯然錢在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是一定也有人在裡面 因為不是一個跑票 是五個跑票 一定有內鬼在裡面 做穿針引線的動作 才有辦法這麼講 跑票跑得這麼俐落不是嗎 我先補充一下劉委員所說的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叫 New Talk的這個網路媒體 那他在今天發了一篇 新頭科 他發了一篇報導 他在12月26號的時候 發了這篇報導 他裡面提到就是說 這一次台南市的議長選舉 除了議長本 就是除了參選人之外呢 那有藍營的所謂的政壇的大佬 在後面做操盤 那這個報導裡面有提到的就是說 他在選前的 事實上投票之前 就已經打聽到了 每一個議員的家裡的狀況 或者哪一個議員呢 對於所謂賴清德 或者是另外一個候選人的 這個不滿什麼 其實都掌握在手上 所以開出了一個架木表 這裡面包含說 提到了說國民黨籍五百萬 那民進黨籍是兩千萬 武黨籍是一千萬 那甚至講到關鍵的一票呢 甚至會到三千萬左右 但這個報導裡面 他因為他這個是 他們這個媒體裡面所採訪 我們不知道說 他的依據是什麼 但是這樣的一個傳言 如果再搭上陳廷飛所講的 因為事實上你剛提到的一個關鍵是 陳廷飛在剛剛的話題裡面 他其實也講到了 就是說當一個兩千萬的誘惑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不認為陳廷飛會無地放始的這樣提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必須要講的是民眾現在在看這整件事情 但民進黨議員你可以講說他是自主性的投票 我沒有意見啦 29比16怎麼投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民進黨中央為什麼在選前的時候 有那麼嚴格的要求票票要入國一票都不能跑 就像陳廷飛所說的 他在17號的時候就已經跟民進黨的中堂會去報告 所以他們一定掌握了相關的這樣一個市政 我強調你要證明人家買票或許有難度 但你要抓自己的人有沒有賣票 我不認為這個會很難 也就是說民眾現在在看的是民進黨 你在整件事情的態度上面 你沒有跟一個立委出來靠 一個立委在台北這麼賣 一個立委在屏東那裡賣 這個事情已經不是你台南地區 因為大家都發現到說民進黨在這個地方 大家認為最穩的地方就要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不管你去怪賴清德說他跟議員的關係處不好也好 你說這個裡面有人賣或怎麼樣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展現的是那個態度 也就是說你在選前都已經有這麼多的聚集市政 我不認為陳廷飛今天出來這樣的委屈 是有他態度的態度 我不想去做太多的揣測跟聯想 如果是這樣請民進黨中央或陳廷飛委委員 或任何一個今天你有跳出來指控 或者你有質疑有懷疑的這些委員 或者是市議員等 你很多人都在發文嘛 你把你們手上的有的證據全部就送檢掉 你把你的態度展現出來 你今天要自清要幹嘛 真的沒有你還你家清白 五個被影射的議員裡面 有人也跳出來跑到廟裡面去發誓嘛 講說我就是沒有賣票啊 也有人這樣子我覺得這種事情傳言越多 既然你們大家都有這個傳聞 也都有人這麼直接的講明了 甚至講說兩千萬的誘惑在那裡 那就把手上的證據全部交出去 我簡單補充一下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譬如說新北市的林淑芬 他們明明知道那個誰 張靖穎跟他是合服處的啊 那他有辦法阻止嗎 所以我覺得說你這樣把單一事件導向說 某一個人會怎樣 我不相信陳廷飛 他會說我故意跟對方配合然後放水嘛 所以你今天如果把這種 你不把那個剪掉的角色引出來 只會光內鬥 這會讓人家看不起吧 是 所以我們比較納悶就是說 照道理講 我們想像的應該就是說 某些人被買票 然後全黨一次要去抓買票跟抓賣票 可是我們聽到不同的聲音 跟買票賣票沒有直接關係 而是有其他的 聽起來是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好 那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就把它當作空穴不來風 那總要給人民一個清楚的交代說 除了這個A還有B 或者既沒有A也沒有B 其他我們就交給檢調單位就好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到底選民或者市民 能夠從民進黨這邊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年輕選民的震撼是 我投票不是投給我支持的理想 跟他所代表的候選人嗎 怎麼可能最後在議會的議長投票裡面 跟我當初想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對大部分 我們如果說這一次是太陽花旋律之後 第一次民主選舉的話 這對那些第一次投票的年輕人會開始懷疑 那我這個投票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教訓國民黨 然後被民進黨教訓 結果被少數的議員 因為種種的原因而教訓的時候 那接下來我覺得關鍵就是 已經不是說是誰的問題 而是你要怎麼對付他們 因為顯然他就是民主之敵嘛 我講明一點就是 現在大部分人認為在議會投票 特別是議長選舉方面 量票是與所謂的不計民 是不衝突的 因為你本來就代表這個黨 我投你就代表我授權 你在歸屬在這個黨之下 進行一個集體投票 不是代表我投票給你 我隨便你亂搞 那如果不是後者狀況下 這些代議事其實沒有完全的民主或是自由 因為我投給你代表你之前要實踐你的政見 也代表你要當初答應我 歸屬於這個政黨的所有投票行為 你要一起公開告訴我 你沒有違反我的托付 結果沒想要不但違反托付 而且還投到對立那一面去 那我如果是支持這幾位議員的投票者 我就覺得很困惑 那我下次是不是乾脆投給 隨便投一個人 或是我投廢票就好 我覺得這一次民黨到目前為止 沒有出來斬釘截鐵的說 是哪些人我要怎麼處置 而是把他變成 就是放任他變成一個內鬥的時候 我覺得是越快越好 你如果不趕快出來講 那我不管任何原因 不管是立委或者是在地的議員 或是黨部主委 他們如果再多吵一天 針對民進黨就多傷害一天 你不趕快下定決心 就會造成持續的傷害 是因為沒有一直對外要求去針對 會選去查 而有許多其他的政治的雜貌 讓人家不有感慨 難道真的有政治恩怨在裡面嗎 所以他跟收錢買錢不衝突 我們這段情報 稍微角度繼續 謝謝 今天的賴清德就是明天的馬英九 公民給馬英九最大的教訓 跟賴清德這一次選議長 所有范綠營的議員 給賴清德的教訓是如出一策 高議員高議長 他在選前已經多次得到李全教的服務處 因為我們後續還有很多比較相關具體的資料 不方便一一的立刻就提供給大家 如果他可以聽我的話 未來的賴清德可能前途無量 否則啊他別想當總統 心中坦蕩 向市民負責 這樣的理想跟原則 不會因為議會的變化而有任何的改變 你說這一招是因為要扮住你前總統的角度 你怎麼看 我剛剛已經都講了 沒有其他的那個 好 謝謝 各位你看看李全教多麼的霸氣 賴清德你要聽我的話 你如果好好做後來就很順暑 那如果做了後來 我會夭壽 他現在還把一個週五六調來當他的機要 仁俊 李全教大概四天大家都沒有想到 他今天會拿到這個議長寶座 可是我們看現在他的表現 似乎早就老行債債抓在手裡面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在看選舉結果 民眾他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就是說兩方面的表現 但你也可以講說李全教他 確實如果就票數上面來講 他是贏的啦 不過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有時候展現出來一個態度 比如說我們大家在認為說 馬總統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為什麼他的態度不夠明確 就因為他其實有很好的機會 去展現出一個風度 或者一個氣度的時候 他沒有 比如說像李全教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必須要講說 很多民眾現在在看這件事情 他會去質疑台南市的 這個議長的選舉結果 那李全教在這個時間 拋出一個話講說 你落青鐵就像馬英九一樣 你後面怎樣怎樣 那民眾他會有他的想法 很多人就會說 你現在說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 所以就像您剛剛所提到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他好像胸有成竹 甚至早就已經知道選舉結果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民進黨的態度 我們現在也在看國民黨的態度 現在很多很多的事 當然李全教還講說 你只要誰講我買票 我就告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你展現你態度的 那個李全教對不起我插一下 李全教是這麼講 如果有人敢說 我李全教拿錢來買票 我李全教有拿錢出來買票 他是這麼講 我就提告 那很多人就問 中共如果買票 一定要出錢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看到過往 曾經跟選舉有關係的 這些官司或什麼 有很多其實透過迂迴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話講的 有沒有太過武斷 大家可以去評斷 所以我還是強調 這樣是一個態度 也就是說OK 你可以不用這個方式講 你也可以講說我沒有 如果有歡迎提告 有證據拿出來 我覺得這樣的話講出來 更為漂亮 更為漂亮 因為畢竟為什麼 今天當選議長 或者在議會裡面占多數 其實你要求的是 還是府會關係和諧 你要為的是台南市的市民 而不是說今天做什麼給我們看 說你如果說我 我就給你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態度上面展現 我們要求民進黨去做這個態度的展現 我們也希望國民黨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態度的展現 要做到外面是你自己去選舉 所以我還是這樣講話 如果今天有一個 如果建議員指示 我看下去你選議長 你買票 我會講說我沒有買票 如果真的我買票的話 你提出證據告我 歡迎說你不會講說 我絕對沒有拿錢出來買票 我們從頭到尾其實是沒有聽到 我絕對沒有拿錢出來買票 我沒拿錢出來 我以我自己做例子 就是說我覺得這樣子講 其實聽在大家的耳朵裡面 不管你講的是真心的 或者不是真心的 但最少那是一個態度上面的展現 是 漂亮 現在當然檢調單位說了 他們也有之前 之前也有收集資料 甚至有約束一間台南市的議員 只是有的沒有來 可是我們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這件事情說沒有買票的問題 恐怕很難叫人傷心 剛剛各種有架碼 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到這些那些 那種有架碼都出來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檢調單位是不是也有這個義務跟責任 要去查個水落石出 對 沒有錯 事實上所有的關鍵點 都在檢調單位的手中 尤其是檢察官的意志力 跟他的手中 他如果有心要辦 我說過了 台灣那個議長的選舉 只要你有心要查 我相信都查得出來 他調查局這麼厲害 我查不出來 那麼重點就在於說 其實事先他們已經掌握了 部分的一個情資了 那麼李全教這樣講是合理的 李全教講說 如果有人敢說我從我李全教 然後出錢 然後去會選我就告他對不對 那你要去證實人家 有這樣的行動才對 對不對 今天這件事情很簡單 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 如果有買票跟賣票的行為 那很簡單 就是法律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就應該去抓 關到他倒 關到他老 對不對 關到他永遠的 滾出台灣的政壇 那麼你就要去查 那檢調單位就要發動 他整個搜索的行動 跟約談的行動 那麼這些人呢 把他永久的驅逐出去 但是呢 另外一個城市是什麼 如果他沒有收錢 沒有對價的關係 他這樣做 那麼他不管是因為 個人的這個派系的 這個糾紛呢 還是因為自己本身 對這個賴清德有意見 我們在評論事情的時候 不能在台北看天下 也不能在台北看台南 為了這件事情呢 接觸了部分的台南市的議員 地方的政界 甚至於包括立法委員 這些重量級的 這個所謂的民進黨的 相關的一個政壇人士 確實 確實有一些 我們在台北聽不到的聲音 在台南他們私底下 其實是流傳的很廣的 甚至於人家這筆錢 包括匯險的錢 這筆錢是從幾億 然後誰拿出來 誰怎麼樣分 為什麼會有五百 一千 兩千 三千的價碼出來 這個不是空穴 不是說隨便編一編這樣子 不是地方隨便傳的 確實有這樣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要讓五個人 肝冒大不惠 當然是因為四年前 你對他等於說 姑息養姦的結果 可是問題是 他們五個人願意這樣做 牽扯到未來四年後的 整個台南市長 聽說連台南市長 跟新的台南議長的佈局 那這個是民進黨 自己來對派系 自己本身地方派系 跟地方政治 自己本身的交釋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捲入期間 而萬一裡面又牽扯 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這是我們所不容許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這麼多的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選民 從來沒有一件議長的會選案 在網路上在哪裡 演成的排山倒海的 而來的這種壓力 你知道嗎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記住 要學學柯文哲的那種 斷然處置 還有以民為優先的這種精神 為什麼 不是酸條啊 就可以獲悉你 以前這樣幹 民進黨的議員啊 以前這樣幹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能這樣幹 當然不能這樣幹 以前這樣幹的結果 最後就是國民黨被人家唾棄了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幹的話呢 我也必須富裕 過去民進黨因為在很多地方 尤其是地方不好 不好 在很多地方資源 沒有辦法那麼多人才跟資源 所以必須要用很多的人 只要人家願意來投靠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民進黨還不斷然處置 還不處理這些人 而且必要的時候 永遠都讓這些人 永遠的脫離政壇 永遠的脫離民進黨 讓他們永遠不能進來 只有這樣人家才會相信 我把兩年後的立法院 跟兩年後的總統的大權 交給民進黨 選民認為是安心 是有希望 是有前途的 米莫你從這個李全教 這個我講這個霸氣 或者有人說是豪氣 你可以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一切都是有備而來 不然16票的國民黨 如何能夠打敗民進黨 他講的衝著賴清德來 也衝著還講說 你如果好好幹 以後還有機會選總統 換句話說 這個不是只有台南市議會 也就是說李全教 不管怎麼樣 他選上台南市議長的目標 難道是由黨賴清德 以後參選政府總統嗎 還是透過這個關卡 去把台南再收到 國民黨的手下來 我覺得這樣講 結果李全教的話 是不是說破了 大家是不是要戳他一句話說 對他買票當然不用 從你自己買了嘛 這這麼簡單的事情 把觀眾都當白癡嗎 那現在就說 你是不是清白的 台南市議會有沒有 買票跟賣票的行為 我們要我們選民 才不管你們名將是怎麼回事 其實李全教應該怎麼講 我跟各位保證 我這次選到議長 所有的票都是清清白白 這樣子講 對啊 要不要大家風聲傳成這樣子 那你趕快去檢調自己說 我是清白的 是 清典要自己來調查我 那我們就支持你嘛 我們就相信你 你說這你當選 完全是正正當當的 清清白白的 那你今天講這個話 然後東推西推 這種話誰誰聽不懂呢 那我覺得今天台南市的部分 不管你是要擋賴清德 或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都不介意 你拿出你 我說實在的 你們會不會想的太簡單了 如果你整個市議會裡頭 你不是多數 那你做議長要幹嘛呢 你只會製造這個議會上下的糾紛嘛 就像以前這個一個 以前市議會 不是有高雄市議會 也是這樣子嘛 議長跟這個議員 不是也衝突很大嗎 現在很多地區都是這樣 國民黨僥倖當了議長 可是他都不是議會裡頭的多數黨 那你議會先亂成一團之後 我想你一個做一個監督機構 你自己亂成一團的時候 你怎麼去監督你的行政單位 那你不是白白放了 我講白白 你是放了賴清德而已嘛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講呢 所以說我覺得你把這種事情 如果你用這種手段 用這種 我們如果真的有這種非法手段 當選議長的話 然後你又想到你自己的美景 遠景 我當然可以說 就是人物跟政黨 都可以有美麗的願景嘛 但是你先證明 你現在的手段 你當上這個位置的手段 還有泰然市整個市議會的風氣 到底是不是正當嘛 如果你是清白你是正當 你憑本事當選了 我們就支持你嘛 否則這些傳聞當然很厲害啦 我先去了解說 這個地方上的派系跟誰不合 然後你有什麼需要 我覺得這個是國民黨這種 鬥行很高人才做出來的嘛 那我們就算是佩服好了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有違法 就是不對嘛 你就是要去處理啊 所以你檢調先查量 查什麼 你先給大家交代一下 到底市議會 這部分到底有沒有這種會選的風氣 到底這些市議員 是不是清清白白的 你開除黨籍以後 他也是市議員耶 那憑什麼 你這樣要檢調 讓他連市議員都不能當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我們人民要 就是這種公道而已啦 文宥 你們覺得很奇特 還沒投票之前 檢調針對量不量票 幾乎是蔡英文一講話 立刻就幹回去 現在選完以後 架碼人數喊得正天假想 但是我們看到 檢調看起來沒有什麼動作 然後這一個這個李全教出來 對著賴清德大聲的叫戰 這不是一個 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嗎 我幾個疑點 我們給大家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李全教其實是選過現場 準備要選市長的人 那麼他這次選擇一個 比較小的地區 然後是民進黨的現任議員 他去那個山區跟他選 果然他當選 那你想曾經當過議員 當過立委 而且也可能要當選現場選過的人 他突然選議員 當然他一定有所圖 不管是圖現在的議長 或者在四年後的市長 他一定有所圖 所以他的準備功夫 一定相當的綿密和周全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民進黨的這個賴美會是26票 可是他副議長 35票 35票 36票 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了不起你是恢復到31票 因為就是29加兩個黨友 那為什麼會多出來票 那為什麼 那這一票請問 這個票如果是民進黨應該有的話 那當然前面那個議長票 應該也是36票 35票 那當選的這一位 聽說也是一邊一國 那這個在民進黨內 那這個打不完 這個仗打不完 所以我說很多的細節 就藏了很多的秘密在裡面 我覺得這一次 國民黨其實也應該出來講講話 民進黨當然更要很明快的 把態度 就像剛剛任俊說的 態度要展現出來 而且那個決定要非常明快 否則的話 這再拖下去 整個高台南市的這個議會 會限於崩潰 是 學恆 現在國民黨 民進黨很清楚講 我們不知道要查那一步 我們要查外面有沒有會選 李玄教或者國民黨 他們能不能用同樣的態度 開玩笑 我選議長 當然是清清白白 每一票飄飄入櫃 是靠我的人望 或者國民黨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被人家說有可能會選買票 我們跟民進黨態度一致 我們要求檢調 要求檢調 進來查 要看我們的金流 要看我們的帳戶 我全部攤開 特別像李玄教或者國民黨 可以在當地可以講這種話 我覺得如果他可以這樣講 你多半查不到什麼東西 這個我比較悲觀一點 就是我的意思是 李玄教今天敢這麼嗆聲 就表示他都已經做好準備 我姑且不要先指控他到底有沒有做任何事 沒有人指控他 我們只是覺得他說 我如果拿錢出來買票 是 那OK 我們相信你沒有拿錢出來買票 但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證明了其他的都OK嗎 可是對於民進黨來講 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要有證據提告 也就是今天很多網路媒體所提出來這個價目表 你又不能逼媒體吐出來說你在哪裡聽到的 因為他裡面描述了很多東西非常詳細 什麼可能金流的焦點不在國內 搞不好有人都出國了 到廈門才到哪裡去 但問題就是這個東西民進黨手上有沒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你能夠提告 那好歹有一個提告的對象 但現在有個挑戰說你不能因為李全教在一個優勢 綠營過半的議會裡面打敗你變成議長 你就告他會選 這當然不行 那這個就為難了 也就是今天我們對於民進黨的期待 不但你內部要做處置 你對外部迎戰的時候 你的證據跟指控都要充分 可是現在有個很大的挑戰是 連對外部宣戰都沒有真的打成什麼仗 就裡面就打成一團了 那這對於外人來講我們看起來覺得很困惑 那這個利益到底在哪裡 如果你內部都互相鬥爭的話 那請問這個真的是人家買票嗎 還是有沒有可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你有別的考量 我之所以覺得民進黨一定要趕快處理 原因就是你這個東西就是拖一天拖兩天 給民眾的觀感就是你自己搞不定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問題 或者你證據不足 你把這個東西推到別人身上 對民進黨來講 這真的是必須要趕快處理的事情 我想學問你這個印象是正確的 事實我們不知道 來 這個人君你要補充 我覺得這樣就是說民進黨支持者 在看這個事情之所以難過的地方在於是 提出指控的其實都是民進黨自己內部的人 不是督導者就是市議員 你說在地他真的不了解這個狀況 你別說什麼 我們看一般的選舉就好 今天如果是對手的陣營裡面 有涉及到疑似買票 你不去告發他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你一定去告發嘛 為什麼因為選舉的公平性 如果在一般的選舉都是這樣做 你民進黨自己內部都已經自己傳承這個樣子 我今天講難聽一點 你不要講說壯士斷碗這麼好聽 你就自己高發自己人 我覺得民眾看的是這個態度的問題 我還是強調說今天說這些事情 今天不是張三理事呢 不是我們這裡五個坐在這裡說我懷疑誰是怎樣 今天說的不是你台南的你的督導嗎 不是你自己民進黨的議員嗎 不是你自己民進黨的立委嗎 既然你們都已經講成這個樣子弄到一個立委到台上來哭了 那我不懂你還要留什麼樣的顏面 你到今天為止 請問那你告訴我民進黨在這個事情上面 你真的告發了什麼沒有嘛 是 好來我們這段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台中農總的中型巴士載著15名醫療鑑定小組成員 匆匆地進入台中監獄 經過兩個小時的小組討論又匆匆地離開 現在情況怎麼樣可以講一下嗎 據了解上星期五鑑定小組進行第二次會議時 已經針對阿扁總統的各項檢查報告進行判斷 可見所有的檢查項目都已經完成 就等待台中監獄送出鑑定報告 據了解 會後15名小組的成員達成共識 建議讓阿扁總統保外就醫 阿扁總統渴望回家跨年 民視新聞裡 坤席 曾金山 台中報導 好 各位朋友2014年還有兩天 今天到達3031 再來就是2015年的元旦 看這樣的一個訊息 阿扁終於可以先回家過個年 至少這個樣子 至於保外就醫是多久 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最新的訊息 阿扁應該這兩天會放出來 對 沒有錯 這個很高興 經過這麼多年大家努力對不對 那麼阿扁總統 阿扁總統終於可以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終於可以保外就醫 希望馬英九總統站在人道的立場上 他雖然對阿扁一直是他的提款機 有很多很多的意見 那希望他在這個今年即將結束之前 做一件至少他可以對他的歷史定位 有幫助的事情 那也是一個唯一正面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這15位的這個醫療人員 在今天晚上8點20分的時候 已經達成一致的共識 也就是應該要讓阿扁總統 阿扁總統可以保外就醫 那麼跟各位解釋一下就是說 雖然有其他的媒體說 那麼馬英九 對吧 可能那個就算讓你保外 因為他曾經講過嘛 讓他保外就醫就等於放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可能要讓他去這個特定的醫院 不能離開醫院等等 真正的保外就醫那個叫介護就醫 介護就醫的話 就是由這個台中監獄 介護到特定的醫院 那麼由他們或者所謂的病監 像裴德這樣子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可以折抵他的這個刑期 那麼保外就醫的話呢 不能折抵刑期 不過他可以等於就有 自由活動的空間 比如說那本意 他自己願意去的醫院 或者來住家 或是任何場所 但前提是必須由這個台中監獄 能夠掌控 然後台中監獄每隔一段時間 通常是一個月一起 也必須要針對他的病情 有否改善 或是怎麼樣的話 進行一個等於說評估 那麼我希望法務部長羅英雪 不要再針對這件事情 有過於苛刻跟苛 甚至有點苛薄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阿扁總統以今天身體 變成這個樣子 多少的藍營的朋友 越來越多人認為夠了 六年多夠了 可以讓他保外就醫 其實不客氣的說 不是單純的醫療的問題 讓他回去保外就醫而已 公共拍天安 就是一種變相的 軟禁的方式嘛 這是在很多政治的考量之下 所以法務部長 當然你必須要按照程序走 尚近今天 包括這個台中監獄送繳證署 繳證署通知 請這個台中低檢署呢 只要他核准了 阿扁阿媽最可以出來 那麼這是程序的方便 他要走 走得快明天就出來 走得慢到後天 如果希望他不要再拖到明年了 但是呢 希望包括法務部長在內 包括很多人在內 都把這件事情呢 做得圓滿 藍綠和解 讓我們一起推掉 推倒那個橫數在我們 大家心目中的藍綠之間的 那道高牆 讓阿扁阿總統終於可以回來 大家不要再心存怨恨 不要再心存怨對 我想這是元旦之前 對台灣社會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 剛過平安夜 那麼我們有得到 這樣的一個決定 大家一定心裡很恩惠 但是現在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學恨 李副總統為了阿扁 因為他開始絕食之前 阿扁還沒有確定要放出來 所以是不是李副總統也應該 至少他的誠意大家感受到 然後為他的身體 是不是也應該 立即就停止絕食 我剛剛其實一直很擔心 因為謝老師 每次問到吃的東西的時候 一定會問我 這個是確實 是一個跟吃的東西有關的消息 我想 剛才講不吃東西 不吃東西 但是也跟吃東西有關 所以應該這麼說啦 我想這個事件的重點 就是阿扁現在出不出來保衛就業 已經算是政治 政治和人道的議題 那我想其他所有事情 就不要節外生枝 譬如說 這個要不要再繼續絕食 或者是什麼時候吃 大家要不要繼續資源 因為我還有朋友剛剛說收到 歡迎大家來一起參加 這個絕食活動的這個邀請 但他因為說天很冷 晚上肚子容易餓 所以他就沒有去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基本上讓人高興 因為代表台灣對過去的領袖 要再面對到可能身體狀況 非常糟糕的時候 我們有彈性 給予人道的空間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到這邊 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之後怎麼樣子 能夠再怎麼討論 那就是之後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不是主角的人 或者是覺得這個功勞 該歸於他的人 那也應該就這個 在這個時間點 跟大家一起高興就好了 不要我們高興你肚子餓 那我覺得這個是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不夠圓滿了 所以至少確認 15個人都達成一個共同的意見 是他應該可以回去了 那至於中間行政流程拖多久 那當然我們也期待 法務部就是快速的完成 但也不要用 既然已經確認可以了 你也不要因為任何其他的原因 去特別加速行政流程 或者是特別減緩行政流程 這個都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是 文學中 其實這件事情 會驚動整個社會 有一種重要的原因 就是整個社會都覺得 馬英九或者馬英九 夠了 那麼現在這樣的一個消息 終於出來了 剛剛講的 千萬不要再節外生吃 可是有些人都講 會不會羅因學前面的那一句話 大家記得是 15個人小組出來以後 台湾保壞九一就是一個又一個期限 會不會用這個理由 讓台灣社會又陷入一陣子的焦慮 我想我們大家越來越成熟了 我這段時間看了很多事情 就發現大家一步一步在走向成熟的那個 那個腳步 就像你剛剛我們一直講到台南的事情 民進黨也反應很快 唯一比較不成熟是國民黨這邊沒有反應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次的這個每個參加選舉的人 或者這段時間談陳水扁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成熟了 但是你有一句話沒有講 很希望從我們嘴巴講 就是呂副總理你夠了 陳水扁也關夠了 那你也夠了你趕快回家吧 今天晚上很冷 不要再節外生吃了 剛才學衡也不願意講清楚 你講就講 你為什麼說我心裡很希望你講這個 我沒有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我自己講的 你自己講 呂副總你趕快回家吧 是不是 已經大概是確定了 就這兩三天 大家也謝謝你了 不要再這樣 你用了資源 通通用民進黨的什麼立委啊 議長啊 市長啊 就你一個人在掠奪這種政治資源 不應該嘛 是不是 你要就跟民進黨一起來作業 你這樣弄了 包括我說的 很多在外面講說 本來搞不好25號可以放的 就是因為這樣才晚啊 我這樣講會不會被罵 我不敢笑 好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小蕭姐 後段繼續 謝謝 好 水準 看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用一個社會和解心情 來看 阿扁終於被放出來了 是 那我們剛剛講的 希望馬鞭九或法務部 不要再有變數 沒錯 那當然 最快的話 因為今天晚上做成這個決議嘛 那麼法務部長羅英博也說 尊重這個所謂醫療 整個醫療評估團體嘛 對不對 他們的決議嘛 那麼應該最快 明天就可以等於說 如果要快的話 明天就可以出來啦 是 但是我們要呼籲呂副總統 聽說他今天 血壓最高飆到190 然後今天天氣確實 晚上又大陸冷氣團來 確實會很冷 我們希望他為國尊重 也希望他 因為這次大家要這樣的 等於說替阿扁總統希望他出來 原因就是不希望悲劇發生 所以我們也希望 不要有其他的悲劇 因為這樣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不願意見到這麼多的事情 大家都在盡力 大家都盡力了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件事 在小英2012年 台一線 省到台一線的最後一站在凱道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上台 這個造勢的人沒有一個人提到阿扁的事情 只有呂副總統在台上提到阿扁 你知道嗎 現場所有的人鴉雀無聲 所以我知道呂副總統確實很認真的在阿扁 讓他出來的這件事情上面盡了很多的力 不過既然人家已經釋出善意 我們也適度的釋出我們的善意 是 林鳳 我也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呂副總統的確是跟了阿扁總統 做了八年的副總統 我想他跟陳水扁的感情 的確是可能是比我們外界想像的要深厚 不過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最重要還是當事人跟當事人家屬的意願 當事人都已經表達 而且請陳志忠或是吳淑貞去探監的時候 也公開呼籲呂副總統要保重身體 不要去做這個絕食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大家一定會體會呂副總統的心情 但是我覺得就是應該還是要以 陳水扁個人意願為重 所以呂副總統如果你覺得 陳水扁對你過去八年來 是這樣的一個提息 跟這個所謂接近的意思的話 我覺得你現在應該要體諒 就是說家屬跟陳水扁的心意 就是他們可能也是體諒你說 這個年紀比較大了 這麼大的風寒下面 你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趕快就是停止 然後回家去休息 然後等陳水扁出來的時候 你再去迎接他 我覺得那都是兩全其美 就是大家如意順心的事情 陳俊這是一個台灣社會還有藍營 包括阿扁三營的一個結果嗎 這個是陳水扁寫給呂秀蓮的信 那這個是最近這一次呂秀蓮去看 陳水扁的時候 陳水扁所提示出來的 那這裡面其實很清楚的提到 就是說我把這個原句念給大家聽 就是陳水扁講說呢 也希望呂秀蓮能夠審慎考量 是否取消絕食的行動 留給鑑定小組呢 這個相關單位一個純淨的空間 那等待鑑定結果出來 我想這個是陳水扁在這個信裡面 他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信其實媒體也都陸續有披露出來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講就是說 我不要就是說用誰贏或不贏的一個結果 我們都希望整個司法他能夠獨立的審判 或者是在整個的這個考量上面 你就是尊重醫療專業 所以我不想要給他去賦予說 誰在這件事情上是得利的 而是我們就是很持平的來看這件事 陳水扁的醫療問題不會只是個案 其他監獄相關的受刑人 如果有相同的 我們也希望他得到同樣的公平的對待 我覺得這是在我們在看這個事情